在這裏對大家有一個分享我們的看法 我也是做了刑事律師四十幾年 我覺得這件事真的對我有特別的感受 這件事我想開宗明義一講 這件事的最大影響就是刑事審訊 民事審訊我沒有意見 可以支持 刑事審訊這件事是涉及很簡單的一件事 如果這個通過你不能盤問 Necessity 看看十四段 如果這個證人比如在海外 我不肯回來接受盤問 但控方亦都要insist這個case 或者我不想我就算在香港 我也不想來法庭 因為我怕會自己incriminate自己 這些最重要 你做金手指 我說他有做 但我不想來法庭 我也犯罪 如果這個necessity已經存在 法官說可以入了 那還是什麼審訊過程呢 刑事方面 你不需要用 最重要是cross examination 今天指控你這個人 有證據說你犯罪的人 你應該面對你 這就是刑事審訊的真題 面對你 法官主持公道 陪審團來決定 我們還是嚴重案件陪審團制度 不是什麼都放在法庭 法官身上 那你這樣就變成paper trial 有什麼需要呢 是不是要謹慎看 我也是這個law reform committee的成員 我是這個committee 從頭到尾 我是反對的 因為我德國的保障 是不夠 好似你說 現在有什麼需要呢 OK 有些offences 弱智的人士 他給不到證據 但他有說 當時好像他這位哥哥 對我做過發生什麼事 可以另一個人轉述出來 這個不需要這麼大的動作 影響整個刑事審訊過程 在sexual offense ordinance 製作 statutory exception就可以了 給他可以不需要來就可以了 講明哪些人需要就給他 現在你這麼大的動作一做 然後呢 全世界 所有的common law jurisdiction 都有研究這件事 我們最終採取的是new zealand model new zealand model 不是英國model new zealand model 但new zealand model 是packed to 另外一個法例 是叫做pace 是監管警察盤問的時候的程序 警察的手冊 這個很重要的 因為現在我們香港警察 就是沒有這個明確的指引 Police and Criminal Procedure Criminal Evidence Act 在英國 很重要的 全英聯邦都有我們沒有的 我也是這個committy的成員 在1992年已經推薦60個recommendation 大部分 當然security那邊不會贊成 警察現在還是Police standing order 去做事 變成你這些現在要做 就是沒有pace 他寧願怎樣呢 在行政方式去做 明白嗎 不是立法的方式去做 市民不知道 你可以看Police standing order嗎 不可以看 所以很大的問題 當時我就說 PACE要跟這個同步進行 因為至少PACE有一個保護性的 但現在就在行政方面 我看到的 security當然是贊成 I'll get rid of it 為什麼呢 大部分案 尤其是我在內地做政協都是 九成案是靠confession的 我聽他講的 不用調查的 還有the only evidence 就是confession 所以我覺得 我就說一樣東西 政主席容許我 就是說 我希望政府考慮 就算通過 將那個commencement data defer until 香港有pace 多謝主席 在這一方面 就 因為你就先說 就是 我大約聽得明白 當然 可不可以告訴我 有一個 如果在現在的rule裡面 最worst的scenario 可以發生什麼情況 我不如這樣 用這樣來 讓你發揮一下 讓我們容易明白 那個情況 變成我們看看 怎樣再要從長計議 才行 我想 或者Wesley也有參與這件事 我去過很多次 這些大的刑事案 主要證人說 我不回來香港 多數我身體有問題 不適宜 travel 不要緊 好像他說 你不來 我們來 那裡是用到 那裡的司法程序 去逼他 譬如我們美國 我去過 參與市 美國的法庭 就出了 witness summons 不到你不來 有個美國法官坐在你旁邊 不到你不回答 但又有個香港法官坐在那裡 我們至少盤問 盤問錄了 寫下回去陪審團 看到 不錯 如果這條例通過會怎樣 喔 這樣啊 我便不可以travel 我不能說話了 我可以intensive care 很多種physical mental reason 因為為什麼 他知道 你逼不到我回去 那我連這道門都關了 我簡直不想給證據 但是你有我的 statement 我以前給警察 警察就要讀出來 那我坐在那裡就沒得盤問了 為什麼要開這道門呢 為什麼要開這道門呢 或者他說我會incriminate自己 那什麼情況之下 他覺得我incriminate自己 那個法官也都會被他入的呢 如果不會被他入 為什麼要立法呢 剛剛 我說我不肯來 因為會incriminate我 就遞我口供你不准盤問我 放下去 fifty yen 那就是有什麼incidence right that the court can say even if you incriminate yourself you don't need to be cross-examined 可以的嗎 如果不可以的話 then why立法 這個很大的 我們整個普通法的基礎就是盤問 就是 不只是普通法 rules of natural status 指控你個人 說你講過認罪的東西 或者做過認罪的行為 他看到 一定要對著你指控之得 這樣才那個法庭有決定的 你現在說要文說回來 有什麼需要嗎 現在香港有什麼案件 我做這麼多次刑事 這麼久 40年 沒試過說 我想有些證據 有人說我是好人 有警察說我是好人 我想入 沒有意思的 這些hears say 是說你有認 才是probative 警察說他什麼時候他認 他說他做的 或者有人說你做 有人說你做 不用盤問 是嗎 說一下主席 第一謝議員剛剛說的 是很貼切的就是什麼呢 不要說在刑事上 不要說說幫控方還是幫辯方 誰先行的 控方先行的 被告不用做事不用說話的 你要定我罪 你先行 然後你用文說來釘我罪 已經入了 才輪到我 明白嗎 程序 可以不用盤問的 可以paper trial的刑事 Are you really serious 是不是 加上我做了45年刑事 我沒試過有一個缺陷 我想有些文說的 我想說給陪審團聽 說不到 而是injustice I cannot really think of a real example 這是第一 第二剛剛張議員說的是對 張超雄說 你現在要面對的需要是什麼呢 是在精神或者是在身體上殘弱的人事 那你就限於他就可以了 立法 為什麼要全世界呢 明白嗎 這是第二 第三剛剛周賢倫和謝議員說 有什麼解決方法 有 好 我提你現在我們走的是 一方面就說說是 紐西蘭的 一方面說英國案例 Hey come on 那是不是紐西蘭案例還貼切呢 Are you joking 是不是 紐西蘭有pace What happened to pace 是不是 但我想說可以幫到是什麼 可以 譬如說 在55那裏寫 如果那個口供 他的認罪口供 是唯一的證據 不行 沒得盤問 或者 就算唯一的 他有阻證也好 collaboration 是不是 不只是說那個逼供出來的樣東西 是不是 那就可以解決 真的要再思考 真的要等到 如果我們走紐西蘭的 Let's have pace 是吧 Policing from what 我完全明白你的看法 現在呢 最緊要在那個必要性那裏 為何需要改革呢 我同意是 A應該 去世了嘛 B 絕對對 因其年齡 身體或精神狀況 而不適宜作證人 OK 這個 跟著這個 D 都是對 找不到他嘛 但是 E 沒有那麼需要 沒有那麼需要 一向都不是的 不是我們法力裏面的東西 就是 我怕 我會受罪 所以我不給你盤問了 所以 D也是 C也是 那裏 那裏 就在那裏給 你不用回來的 為何不給呢 所以 我同意 一句說完 我支持 A B D 絕對需要 但不要拔車邊 而將 E 和 C 擺進去 這是第一 我希望清楚 第二 剛剛借議員說的 這個 紐西蘭 我再說一次 在紐西蘭 它立了兩個法 一個 這個 HSA 一個是 PACE 就是 將警察的規例 怎樣去 這個 interrogate 那些 suspect 很清楚寫出來 不是普通法 是立法 它現在做法就是 將這個 這個 這個 門檻 不是說低了 以前不准入的 怎樣進入 我不想給證據 因為我怕笑到我 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principle 沒有不准的 不是說 門檻高低問題 現在哪個可以 但至少在紐西蘭 它是有兩個不同 一個 它是立法 為什麼一方面要普通法 一方面要立法 Explain that 那裡要抄 哇 這麼多 decision 我都看不明白 要抄出來說有保障 接著在紐西蘭 全部刑事 是有陪審團的 你今天的法官 香港不是 九成不是陪審團 九成不是 多過九成 一個地方法院的法官 或者裁判師 他看了說 我覺得可靠的 可以入的 這個文說 接著他會不會自己說 但是我覺得 又 unsafe 又 unsafe 又 unsafe 我就不釘他的罪 很artificial 既然他放得他入 已經沒有第二陣 我那陣 要不就沒有給他入 要不就入完之後 接著就說 我不會釘你的 那進來做什麼呢 是不是 不會讓你入 所以我就說 多謝專員講這件事 我忘了講 不單是沒有盤問的 這個證據是非宣誓或者發誓的